8月4日 大户及外资群持续偷偷回补鸿海持股 作者,A大 今天台股下跌35点 成交量3672亿 外资群买超103亿 三大法人买超154亿 台股今天成交前三名分别为伪创 广达及光宝科 成交了393亿 303亿及148亿 超过台积电的145亿 事实上,成交前十名中 有七档是所谓的AI概念股 台股成交的3672亿中 有1163亿是AI概念股 大概占了成交量31.6% 再把一些成交量比较小的AI概念股算进去 大概台股中有四成都是在玩这几档个股 这就是台股在投机的情况 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记得之前都是在涨国剧 旺宏、联电、台积电、DR、昌荣、万海、杨明、友达、群创、钢铁 反正不同的时期 总是会有一些个股中有很多人进去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那些个股一定有一个特性 就是之前没有人炒过 筹码很稳定 一些炒作过的个股 后面主力 炒家 投机客 当冲客是不会再进去的 因为已经成功地把散户关厕所了 何必再去让散户解套 当这些个股每天有这么高的成交量 每天政府及券商光收交易税及手续费就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我就当AI概念股一天成交1000亿就好了 一半当冲 一半隔日冲 手续费都是三折 隔日冲的费用要千分之四 当冲的费用要千分之2.5 每天政府及券商妥妥的就收3亿多的交易税及手续费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短线中没有负责提供钱的角色 所有的钱都是里面玩家支付的 时间久了后 当然就是输的人多 赢的人少 再加上会有一些法人 外资群 主力 他们手上有很多低成本的库存 在意买及卖的过程中还能到货 而且散户在玩短线时 也不能像主力 法人 外资群这样控制股价 最终散户10个中有8个都是赔钱 这就是短线的真相 我常常和一般散户说这件事 但他们很不以为然 其实信不信无所谓 你进到短线的世界中 就会有人教你股市是怎么运作的 那时再来发劝试文或抱怨文 单纯就是丢人现眼罢了 一开始想要投机发大财 你竟然没有做好与别人厮杀的心理准备 每天在那好傻好天真的觉得低买高卖好轻松 我只能说 短线的世界就有如战场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运作起来是相当残酷的 如果连这种觉悟都没有 你还是乖乖的做价值投资 这单纯用时间就能问赢 过程中也没有人有能耐 从你身上赚走一毛钱 影片第一段来看一下 大户及外资群持续偷偷回补鸿海持股 外资群近几年持有鸿海最低水位 就是39.8% 一般来说就是40%就不太会卖了 最近外资群的持股 开始有渐渐的向上提升 从40.1%到40.3% 最近来到40.5% 有一些人一直觉得 外资群不一定要买回鸿海 我只能说 鸿海每年能赚资产的10% 而且下半年AI伺服器会三位数成长 第四季会有电动车交货 2024年到2025年电动车也会起飞 外资群的压力一定是更大的 最近市场在炒作AI概念股 这些公司的股本加一加就没有鸿海这么大 而且这些公司随便一炒股价就到天价 我说过 一买一卖成交易 不要以为股价涨上去后 外资群就一定能卖到这么高的股价 如果你不信 我举个白话文 一家小型股 股本一亿 流动股票3000张 一张一万 我花3000万把股票买光 之后开始把股价从10元拉到1000元 过程中股票都在我手上 不要说拉到1000元了 拉到100万元 也是我开心就行了 重点是 在拉台的过程中 我也是要支付手续费及交易税 如果没有人愿意在1000元买我这3000张股票 我自己买 自己卖 股价单纯就是搞笑的数字而已 当没有人和你玩一买即一卖的游戏 价格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这种感觉就像是 我手上一颗石头我喊一亿 如果没有人向我买 你觉得我有一亿吗 当然没有 我手上仅有一颗石头而已 一亿这数字单纯就是搞笑用的 接下来看一下下谱第一季获利 上一季下谱因为重大资产减损赔了2500亿日元 最近看到面板报价回来 我还有解释重大资产减损有利于减少营业成本及营业费用 那时我就说 有可能这一季下谱就转亏未赢了 还有一堆无知的散户在那说什么下谱空有更大的雷 这种人就是连重大资产减损是干嘛的都不懂 这一季下谱就赚了55亿日元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散户不自量力的在AI概念股当充被教训 最近常常在一般讨论区看到散户在发券试文 我一个月前就说过了 当初这些人有多呛 之后就会有多可怜 当初如果你不要入局 现在好好的投资鸿海 每天吃好睡好 有钱就买 没钱就报 你单纯就是用时间就能赚钱 很多人可以接受每天去工作赚钱 从早到晚的付出时间及劳动力稳赚薪税 但他却不愿意透过资金及时间去稳赚股息 一般人每天去上班都会觉得理所当然 天经的义 而且也是每一个人都能稳赚到薪税 但他们却会看不起用钱去投资公司 然后用时间稳赚股息 我说过很多东西都是符合逻辑的 你工作赚钱 不论你公司有100个 1000个 1万的员工 每一个人时间一到 薪资就会入账 不会说1万个人中有8000个送钱 只有2000个领导薪资 当你进到股市中后 你就要搞清楚投资及投机的不同 想要用时间赚钱还是靠赌博赚钱 当你做出不同的选择后 你就要去接受结果 当我在投机时 我不会每天在那内心系一堆 我也不会在那说赔钱了怎么办 赚钱了我好棒 我知道在股市中投机就是赌博 这个世上有赌神 有老千 有高手 但他们也不是一出生就是赌神 想要当赌神 你自然就要去磨练各项的技术 我的文章及影片中 可以把这两类人区分得很开 我也不反对你去赌博 但你去赌博时 你就要接受赚钱及赔钱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你不可能带领着无数的人一起赚钱 你也不可能分享一起投机发大财的策略 一般会带你投机的人 九成就是为了坑杀你 不然就是收你的会费 会这样的原因很好懂 当你在投机时 你赚钱就有可能是我赔 我赚钱有可能就是你赔 你怎么会天真的觉得我愿意赔钱让你赚钱 一般投机时 当然是选对自己最有利的情况 所以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投机 因为我知道这是零和游戏 是你死我活的事 如果我要投机 我根本不会分享任何资讯给你 也不会让你注意什么 因为你越愚蠢 越无知 我就能赚越多钱 我不但不会酸你 呛你 我还会常常说你好棒 反正你蠢得漂亮 我是默默地感受你的蠢的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 股市中短线投机中比的是筹码及技术 大家看AI概念股中主力对战 大家就会发觉主力会花大量的筹码取样 最终在波动的走势中赚到一些钱 这也是很科学的事 大家试着把伪创及广达走势图挡住 你就拿一支笔 然后在纸上画一点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你就一直点 最终你画了四万多个点 这样你觉得比较容易描述出今天伪创及广达的走势 还是你画两个点比较容易画出股价走势呢 这应该很好了解吧 当然就是画四万多个点比较容易描述整个走势 这也是主力和你玩的方法 别人买四万张 卖四万张 随着每一分 每一秒的走势在交易 最终用统计的方式赚到差价 这就是在自然不过的事 而且筹码比较大的人 他可以控制股价走势 一早你在股价206元卖出100张 结果想在收盘188元买回 但别人一早在206元卖 发觉涨到208元 210元 他就从卖便买 涨越多越买 每一分 每一秒都在根据走势做交易 最终当然平均就能赚钱 你在那幻想早上206元卖出 为盘188元买回 单纯就是在猜大小 很重要的一点是 别人筹码大还能控制股价走势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猜大小 别人还能打开盒子看大或小后 再去调整要大或小 你是要和别人玩什么啦 如果你觉得这样很夸张 不可能 你真的就是太天真了 短线中任何方法都能用 主力今天手上有10万张的资金 看到股价下跌5元 他想要让股价上涨20元行不行呢 当然行啊 他就猛买10万张 不服你卖下来啊 这和打开盒子去 吊子大或小有什么区别呢 这时有人说 一早买或卖还是有机会赢啊 嗯 没错啊 因为你压100元小 有别人散户压100万元大 主力觉得他想要吃掉压大这100万元 所以主力就开小让你赢100元 你还在那很爽 下次你压100万大 就换你被吃掉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大户及外资群持续偷偷回补鸿海持股 二 散户不自量力地在AI概念股当中被教训 三 股市中短线投机中比的是筹码及技术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103.44亿 投信买超台股9.82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60.43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154.05亿 外资群期货减少3943口 期货留仓空单1384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6564口 今天台股成交3681.21亿 下跌35.23点 跌幅0.21% 收在16843.68点 贵买指数上涨1.48点 涨幅0.69% 收在216.85点 电子下跌3.09点 跌幅0.38% 收在816.78点 金融下跌7.36点 跌幅0.44% 收在1679.36点 上一个美国股市交易日 道琼下跌66.63点 跌幅0.19% 收在35215.89点 S和P500下跌11.5点 跌幅0.25% 收在4501.89点 纳斯达克下跌13.73点 跌幅0.1% 收在13959.72点 贵乘半导体下跌3.52点 跌幅0.09% 收在3708.08点 金天滬升300上涨15.6点 涨幅0.39% 收在4020.58点 日经225指数上涨33.47点 涨幅0.1% 收在32192.75点 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59点 跌幅0.1% 收在2602.8点 上市成交金额排行前5名 第一名的是伟创 下跌6.17% 成交393.62亿 第二名的是广达 上涨3.04% 成交303.27亿 第三名的是光宝科 上涨0.72% 成交148.29亿 第四名的是台积电 下跌1.25% 成交145.59亿 第五名的是韦影 上涨0% 成交94.31亿 第六名的是基佳 上涨5.15% 成交87.76亿 第七名的是启鸿 上涨7.13% 成交73.67亿 第八名的是英叶达 下跌1.53% 成交68.24亿 第九名的是创意 下跌1.78% 成交67.83亿 第十名的是台光电 下跌0.12% 成交58.3亿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瑞银 买了6,855张 第二名的是富邦 买了3,108张 第三名的是港麦格力 买了2,640张 买第四名的是台湾惠力 买了2,297张 第五名是美龄 买了1,138张 买第一名的星光 买了7,29张 买第二名的是国泰综合 买了7,27张 买第三名的是何库 买了6,95张 买第四名是台银 卖了663张 卖第五名的是原大 卖了566张 近三个交易日都是瑞银在买鸿海 在7月28日当天 瑞银卖出鸿海5,246张 近三个交易日分别买6,137张 3,436张 6,855张 合计买超15,710张 星期三鸿海下跌2.5元 外资群卖超9,898张 只有瑞银买超3,436张 我和大家说过 外资群如果买了股票 他也是希望上涨 今天瑞银在横起来买6,835张 这也显得合情合理了 在鸿海中的外资群 法人 主力千万不要不信邪 每一个外资群都是能买10万张 20万张的实力 这些外资群近一年8个月卖超了120万张 随便一个外资如果想要做多 他们横起来买 10万张都算是小菜一碟 不要说瑞银三个交易日买超15,710张了 就算一个月买超10万张 我也不觉得意外 毕竟瑞银近一年8个月也买超了几万张 甚至10万张等级的 大家看这一周美龄损失434万 美龄在鸿海除息前卖了3万张 要在除息后108元买回才算成功 所以常常就在那买了卖 然后卖了买 想在108元把鸿海买回去 时间久了后 美龄也是自取其入 赔了434万 最近外资群持股比率越来越高了 最低来到39.8% 之前最低大概就是40%就不会再低了 我说过 鸿海旗下工业妇联下半年AI伺服器会有三位数的成长 今年第四季鸿海电动车也要交货了 明年及后年也是鸿海电动车会出货比较多的开始 我只能说 外资群迟早还是要买回的 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每年稳赚10% 然后等外资群 主力回来买回 其实我们根本也不急 会有一些反串的人在那说很急 其实我是不懂有啥好急的 每年资产能增加10% 让你薪资 股息再投入 这不是很香吗 我每年会持续的股息再投入 昨天我也有和大家分享2019年到今天 如果你买进鸿海及0050的话 你个会有多少张 鸿海的股价不会暴涨及暴跌 所以每年你可以买到鸿海的张鼠会比较多 重点是每年的股息还比0050高 大家记得一件事 台股的平均报酬率是5-10% 鸿海每年报酬率是10% 0050每年会被吸血0.47%的管理费 还会有调整持股费 不过不像一些很夸张的高股息ETF那样 每季大量的调整持股 0050因为规则就是定买市值前50大的全职股 所以ETF经理人找不到理由一口气换30当个股 大家之前看一些高股息ETF一口气换掉八成持股 规模两三千亿 这交易税及手续费收下来 真的就是发大财 以鸿海每年赚的比大盘多 鸿海最终会赢0050单纯就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我敢说 我100%稳赢的 有一些半调子到现在还看不出来为啥我一定稳赢 鸿海每年赚10% 台股每年赚5-10% 而且0050还会收0.47%的管理费 我是不懂0050要和鸿海比个毛 重点是 最近几年鸿海涨比较慢 富力再投入可以买到更多张股票 我想最慢2025年鸿海的报酬率就会远远的拉开0050 那时我经过了6 7年的富力再投入 正所谓10年不开张 开张吃10年 一些散户每天都在那想要快速发大财 其实你要先求稳赢 再去求获利 本金在股市中就是你的生命 如果你命都没了 那你在股市中自然就是鲁蛇一只了 今天夏普开出第一季财报 获利55亿日元 比上一季亏2518亿大幅的改善 之前我们看友达 群创第二季财报时 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面板报价回升 面板大厂第二季的亏损大幅的减少 7月面板报价还持续的上扬 夏普最新一季的获利也会大幅改善 而且夏普上一季会亏到2518亿日元 九成都是做了重大资产减损 把面板厂 OLED厂 设备 商誉 机器打消掉 那时我舅舅说过 夏普真正的营运亏损 也才200多亿日元 和去年第三季 去年第二季就是差不多的水准 面板这个产业就是这样 只要面板报价下跌 就算是大罗神仙去经营 一样也都会赔钱 因为群创 友达其实在面板业竞争力算是相当的强的 大家强到一个极致 那影响公司获利及亏损的因素 究竟会是面板报价 这和记忆体产业也是差不多的 之前我和大家说过 有一些公司在换新董事长 也就是把公司交给下一任新的董事长钱 会做重大资产减损 目的就是让下一任的董事长比较没有包袱 毕竟前面那些决策都是前面董事长做的 和新任董事长无关 如果新接任的董事长要一直背着以前的烂摊字 那呈现不出他的能力 当做了重大资产减损后 公司每一季 每一年的摊提及折旧 就会大幅的降低 之前我有举过例子 你买一台车及房子贷款20年 每个月都要付3万及5万 当你一口气把车贷及房贷通通还清 那每一个月你就能减少8万的支出 这时会有人说 这样对于总资产变化不大啊 一个是从原本的资产中先拿出来 然后美化每一个月的收入情况 嗯 如果你要这样说 确实是如此啊 有一些人看不起公司的净值 觉得净值就是个屁 我只能说 红海可以拿大家看不起的净值去投资或并购公司 也能去打消一些重大资产减损 这样每一季的获利就会变得更好看 以夏普的情况也会是如此 之前要一直折旧集滩提的面板厂 OLED厂 设备 机器 商誉 夏普就一口气全部打消掉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折旧集滩提费用会算在营业成本及营业费用上 也就是影响毛利率及盈利率 这样说好了 如果一季要折旧集滩提100亿日元 夏普一口气打消2000多亿 那每一季就不用折旧集滩提这100亿了 这多出来的100亿日元就会成为公司的毛利及盈利 自然公司就容易转亏未盈 前几天我就和大家说过 一些半调子还在那担心夏普第二季会不会有更大的雷 而我就说 不要说什么雷了 说不定第二季夏普就转亏未盈了 这就是懂面板报价及做重大资产减损好处后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定是比半调子看新闻的散户精准很多 今天伪创爆出344536张 里面的人就是在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今天光源大一家 买421005张 卖41982张 合计买超123张 当冲赚1633.2万 大家可以发觉一件事 目前谁在伪创中筹码多 谁就能控制方向 今天一样完成一买即一卖 但只买即卖几千张的主力 都被荡韭菜了 永峰金赔523.1万 国泰 敦南赔320.6万 台新赔208.1万 新光赔155.5万 凯基 大理赔145.4万 今天美龄在伪创中买即卖个1万张左右 以为自己能控制方向 结果遇到更大咖的 今天自然就赔了584万 凯基台北今天买23,577张 卖14,730张 合计买8847张 凯基台北以为自己这样算很大咖了 结果遇到原大买即卖个4万张 瑞银今天买17,593张 卖120,041张 合计买5552张 瑞银之前和凯基台北会在伪创中先贯杀后再买 结果今天大摩吃错药的买了13,892张 偏空主力就很难把伪创股价贯杀到跌停中 在短线的世界中就是比谁筹码多 谁就能控制方向 今天原大买即卖个4万张 花了这么大的量去做取样 最终才赚了1632万 散户却妄想取样两点就能抓到最低点及从高点 我只能说短线中你买的就是主力卖 你卖的就是主力卖 别人有筹码 有库存 能控制方向 短线你想要玩赢 难度是很高的 一般讨论区劝试文 这三天我当冲伪创 结果跌停太突然 根本就出不掉 现在要补100万左右 但我根本没有钱补进去 请问我是不是要违约交割了呢 有人可以借我钱吗 好想死 好想打当冲AI概念股的自己 A大回答 这一些劝试文没有对账单 真实度有待验证 不过这就是一些年轻人会做的事 之前有网站在鼓励无本当冲 说少少的本金每天可以赚几千元 只要有纪律 会止损 跟着趋势 就能有效的利用资金 这种无本当冲的网站就是会害死千千万万个股市小白 我只能说 以我几年前玩短线 我的钱是可以交割的 而且我通常手上也是会有库存 我可以当冲 隔日冲 三日冲 一周冲 一个月冲 三个月冲 半年冲 就算我买进及卖出 股价发生什么突发事件 我也不会有什么事 当散户遇到我这种对手时 他根本就是贴死的 这种蠢到只有早上买 尾盘卖 不然就是早盘卖 尾盘卖 就算给他活过初一 也很难活过时务 我每天追踪伪创极广达的主力筹码 单纯就是让一般散户了解 里面的主力有多坏 有多贱 他们手上是有足够大的资金能控制股价涨跌 你一个凭感觉 凭直觉的散户 你是要拿什么和别人拼 一般讨论区网友提问 A大说三大法人在80元以上没有买伪创 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A大回答 有时候我觉得散户很搞笑 尽管会及政府害怕散户太过弱势 所以规定三大法人必须提供每天进出的明细 结果很多散户宁愿就去看新闻 看达人 看分析师 看低级投机客等胡说八道 你随便找个查筹码面的网站 然后用每周来看 不是很明显伪创股价在80元以上 三大法人累计都是卖超的吗 这不就是数据了吗 我看的都是大方向及平均值 有一些散户说自己低买高卖赚很多钱 但这种人就是幸存者效应 我的影片是给千千万万个人看的 总不能三万个人看我影片 就三千个人赚钱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吧 一般来说 散户平均十个钟有两个是能赚钱的 他们自己随便玩 十个钟也是有两个能够使运赚钱 这种和运气相关的 就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 我和大家说的就是平均 所谓的平均就是一万个人平均会有什么下场 这样的分析对大部分的人才会有帮助 少部分的人会觉得自己在80元说伪创能卖 然后大部分的人就都会买在80元 这种人在股市中是活不长久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真实的股市情况 富途上有每一周伪创的收盘价 及三大法人累计买卖超行为 在伪创股价80.2元时 三大法人卖超23991张 股价来到84.1元时 三大法人卖超25721张 股价来到90.8元时 三大法人卖超7224张 股价来到106元时 三大法人卖超32121张 股价142元时 三大法人买超301张 没错 大家没有看错 卖十几万张 买十几百张 这就是在里面玩短线买来卖去多买的几百张 其实大方向三大法人就是想要卖 股价在147.5元时 三大法人卖超9375张 股价来到157元时 三大法人卖超20734张 股价来到121.5元时 三大法人卖超14206张 这张图是证交所统计出来的三大法人进出情况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信 我是不知道你要信什么 从伪创股价涨超过80元以上后 三大法人累计是卖超114321张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有100张伪创 股价来到160元时 你剩70张 那你手上有80元以上的伪创吗 当然没有啊 上涨的过程中 你卖多卖少 所以涨到160元时 你的100张才会剩70张 券商都帮你把三大法人进出明细都列出来了 这数据你还不信 那你真的就是不要去投机了 因为你偷偷的就是一个死韭菜 今天广达成交139476张 一早广达股价开低 最低来到206元 然后开始反弹 动一点技术分析的人就会知道 这差不多就是广达的月线 之前伪创也是碰到月线就反弹 很多投机课 短线课 主力知道散户会在5日线 10日线 月线止损 也会有一些人在月线强反弹 所以自然遇到均线都会一死反弹一下 今天股价跌下来再涨上来 一早一定就是有偏空的主力把股价打下去 但是有够力的主力又把股价拉上来 而且是搭配着月线 台湾摩根氏丹利赚1036.5万 新加坡商瑞银赚823.7万 富邦 加义赚257.8万 元大 土城永宁赚412.1万 永丰金 古亭赚326.9万 这些外资级主力就是主导广达股价这样走的人 他们让股价按照自己的想法走 所以当充能赚到钱 那偏空的主力 因为影响不了股价走势 最终他们就会赔钱 元大赔1271万 刚刚在追尾创时 元大当充赚了1633万 结果在广达被教训赔1271万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短线客 当充客一定会赢 就是是你的筹码力道 是否能带动市场大部分的人按照你的想法走 如果失败 那你赔钱就是正常的而已 美龄赔921.5万 凯基 台北赔225.9万 台新赔375.4万 元富赔248.9万 富邦赔428.8万 国泰 敦南赔589.7万 这就是主力在投机标股中操作的日常 他们有筹码 有策略 能控制股价 这样的人都有输有赢了 一般的散户却天真的觉得低买高卖好轻松 觉得他们有纪律 会止损 顺趋势就能赚钱 真的就是好傻好天真 一般讨论区劝试文 我今天放空广达 206.5元空10张 208.5元空4张 最终在219.5元回补13张 当冲赔229804万 一人给我一句安慰吧 A大回答 看完广达主力筹码后 大家在看散户的筹码 单纯就是死韭菜的玩法 一早就现股卖出 以为广达会再吃一根跌停 确实一早也有一些偏空的主力在向下灌杀 但是一买一卖成交易 有人买就有人卖 当散户卖了 也许就是主力 法人 外资群买了 他们为了能赚钱 自然就是要把股价拉起来 今天在广达买最多的是大摩 买了1830张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摩可能一早就挡在下面要买 结果散户直接就卖了14张 这14张就被大摩买去了 当有够多的散户卖后 大摩手上就越买越多 当大摩买到这么多后 他手上有资金 有筹码 当然就是直接向上拉抬 当大摩向上拉抬时 散户也没有更多的资金能再灌杀下去 最终只能眼泪含着回不再高点 这就是真实短线的世界 今天很多散户认为广达 伪创 光宝科 因涅达会下跌 所以他们一早就去放空卖出 那股票会是谁买到呢 自然就是主力 法人 外资群 当这些人买到股票后 如果他们手上资金足够 当然就是向上拉爆股价 这就是所谓的零和游戏 那有人问 外资群 法人 主力一定成功吗 那也不一定 如果散户中有中实户 大户 主力或是其他的外资群 持续的向下灌杀 那偏多主力筹码也不是源源不绝 最终就会变偏多主力卖出 股价自然就会收得更低 这也是为啥上涨时会涨很多 下跌时会跌很多 一早多空就交战 如果空方失败 被多方把股价拉上去 那空方最后一定就是要回步 自然股价就会收得更高 如果一早多方失败 买的股票尾盘要卖出 当然尾盘就会有更多的卖压 让股价收更低 这就是短线的世界 之前加仕达在飙涨时 我把它列到AI乱涨概念股中 乱涨的个股迟早会被打回原型 就有一些散户说 加仕达近几年做了很多的事 做了很大的改善 说我是来搞笑的 时间也才一个月不到 加仕达都跌回季线了 这就代表 进一季进到加仕达的人都赔钱了 最近加仕达中的散户说话的声音 就越来越小了 之前股价在二十几元时 也没看什么人进去买加仕达 当股价涨到六十几元后 财在那家市达做了很多改善 一家公司净值才二十元 股价涨到六十四点八元 去年第四季赚零点一九元 第一季赚零点一六元 你在那和我吹的一副会飞逝的 一些人就是喜欢这种获利 被拿走二十年 三十年的 最终赔钱了财在那写券试文 我只能说 想要做价值投资 你要选在市场都看不起 看摔时去买 然后进可供 退可受 以外资群在玩所有的个股来说 他们手上一大堆持股 外资群很少在个股狂飙后 才在那大量建立持股的 一定就是平常没事 就是买了一堆股票 八成核心持股领股席 两成持股玩短线 当个股的股价疯狂时 外资群一边在里面拉台玩插价 还会逢高卖出一些持股 当股价开始回档时 外资群 法人 主力也会贯杀赚插价 然后遇到有人硬和他们拼 他们也能拿出很多的股票逢高出脱 这样的玩法几乎就是无解 很少有人能玩淫这种策略的 一般散户都是看到股价飙涨一段时间后 手上都没有持股 每天就只能开盘买 收盘卖 不然就是开盘卖 收盘买 这种玩法妥妥就是死韭菜 你要想一件简单的事 今天主力 法人 外资群如果到货下去 合计卖了4万张 结果发觉到货不下去 他们是可以选择不买回的 隔天再拿股票出来到货 如果灌杀下去散户恐慌杀出 这时主力就逢低买回 完美的完成一买即一卖 这种玩法算是投机中很必备的策略 一些散户手上没有股票 开盘只要卖出 尾盘买不回来的话 就准备死给券商看了 这也是为啥一堆违约交割的人 下星期会有一大堆违约交割的人被爆出来 毕竟星期三广达 伪创极光宝科跌停 名字只要一大 什么鸟都有 当投机标股很狂热时 很多无知的散户就会冲进去想要赚快钱 但这些人八成都是不自量力 平常很凶很呛 但出局的速度也是出奇的快 一些鲁蛇 三明说要我拭目以待 说这些AI概念股会让我脸很重 但时间几个月过去后 这些人就开始惨套在里面了 半年几亿年过去后 大部分的都赔到怀疑人生 每年我还是固定的一直赚钱 哪怕我每天去笑主力 外资群 把人嫩 他们也动不了我分毫 这就是价值投资的威力 我投资稳赢 不是建立在和主力 法人 外资群摇尾起连 一些韭菜很天真的觉得只要和主力是好 他们就会可怜你 然后把钱赔你 会这样想的人 妥妥就是肥羊 短线无朋友 所有短线课 投机课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引走对方的钱 不论你表现得多可怜 多卑微 别人就是要赚走你的钱 想要很有底气的在股市中存活 那就找到一个稳赢的策略 单纯用时间赚钱 股市每天在那涨涨跌跌 我根本就不会浪费任何一分钱 给政府及券商当交易税及手续费 时间只要一年过去 公司又会为我赚资产的10% 会有5%是以股息配及我 另外5%就继续投资保持竞争力 这才是厉害的投资策略 一些投机课及短线课 八成都是韭菜 一般会出来很凶很呛的 九成九都是韭菜 新闻说 加市达四 日公告第二季财报 毛利率创20年新高 加上业外溢注 税后存益达10.24亿元 即增216% 年增4.3% 每股存益0.53元 上半年税后存益13.48亿元 年减11.1% 每股存益0.69元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红海啥巴 红海啥巴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注你的热情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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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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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拜